因为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上海访问 那接下来他会到北京见王毅 不过他一到了上海之后 立刻就发了推文 表示说他自己访华呢 是为了在对美国人民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 包含了像是二支芬太尼的运这个贩运 还有呢提到了去年拜席会之后 所出现的重大歧视的一个领域 强调要面对面的交流 才能够避免判断失误 而团队呢将会讨论为旅行承诺 正在进行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布林肯访华之前 中方也非常强硬的提出了五大的目标 先踩了一些红线 甚至这个红线还划了粗线 就是希望告诉这个布林肯 你自己本身要好好的想清楚 千万不要误判了 其实虽然他才形成才刚开始进行 那到北京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他要见王毅 这个部分其实是稀松平常的 其实重大指标要看像是不是这样 去年六月能不能够见到习近平 那么要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才表示说他所提的这些零零总统的诉求 那么有一个更高层面的表达 甚至应该更高层面的应允 所以即使现在他还没有到北京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 无论是在亚洲地区 所有包括日本方面 中国大陆基本的媒体 以及甚至纽约时报 各方面都基本上已经预言 他这次应该不会有任何重要的收获了 大家都看衰看坏 他这次此行能够取得的目的 而且以他这次推文来看 可以看到他 布林肯当然作为一个国务卿 他当然代表的部分是整个美国政府 或所谓确实如他所说的 美国人民很多的期待 包括在药物方面 还有各式各样零零种种的 可是那么多重要的东西 有俄罗斯的问题 廉价进口的问题 先前叶伦区也在谈 雷蒙多也还在 叽叽咕咕的讲个不停 那么南海问题 其实也是包括他要沟通的 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 南海问题的基本上 已经越来越严重 乃至于说整个重心 甚至从台湾海峡 被视为亚洲当中最重要的 接下来的最敏感的火药库 整个往南海移 所以他在这么短时间内 怎么样达到这些所有 根本没有办法一次谈定 甚至谈出具体进度的 他的期待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就如同刚史文所提到的 中国大陆在一开始 他要到之前 已经划下了五大红线 而且你看到五大红线 基本上都不是具体性的东西 都是原则性的 某方面来说是意识形态 或抽象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看中国大陆 每次如果有接见 任何的部分外宾的时候 包括接见像接见马英九 任何人 包括先前萧姿 在这阵子 在刚刚在北京 见到习近平的接人来说 你都知道 他们在去之前 大概要具体能够谈到的 目的跟目标 应该都有所准备了 所以他的团员也好 乃至于来的秀 都是最后要划压 然后在最后联合记者会当中 具体的表示出 在这次谈到的 即使只是推进的 一间人进度 而我们对底布林肯 布林肯只能表达 他的expectation 他的期待 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感受 他所有的这些期待 一大堆 都是大战略 大架构的 甚至涉及到印太 而且不要忘了 他在出发之前 美国国会也才通过 有关印太方面的经费 就是直指中国大陆而来 所以在美国自己本身 并没有为了布林肯 这次到北京 有一个总体 我们看到的这种 外交啊 政治方面的铺陈性的 友善的做法 没有 他就是来就是要谈 感觉才真的又充促 那只是想能不能见到面 能不能沟通到 作为这样子 这么低的一个目标 见到王毅 表达到 沟通渠道没有断 而实质要达到的实质 进程的结果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 太多的机会 我想我们现在整体来看 最终来讲 以这一次在出发前 包括整体的 中国大陆的官媒 或外交系统所表达的 都没有好话 那么在这几天 布林肯去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重要看 就是布林肯每次来 或美国方面每次来 你看民间有关于舆论 或微博里头 谈的东西 有没有一点 微妙的 比如说友好的感觉 举例来说 先前习近平在去年 到那个到美国的时候 要齐拜见面的时候 哇你看到在 微博上面讲的部分 就是中美多么一副 过去多么友好 然后习近平怎么怎么着 在基本上就把过去 所有的情怀 两国的部分的种种的 连继星期在当时 跟整个包括美国的关系 很多的回溯 很多的追忆 大概我们都可以再观察 任何只要中美关系 一旦有这样的氛围 表示会有具体 表示这次能弹出 一些具体的动作 而在这一次我们看布林肯已经去了 你整体看中国大陆整体的舆论 真的都没啥啥 真的都没好味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认为就像所有 现在连美国的舆论都认为 很难有具体的结果 因为呢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赖清德在520即将要就职 那双方呢 中美双方对于这个赖清德即将就职 他的演说也好 或是他未来的一个动态也好 是不是会谈论到有关台海的部分 因为在之前呢美联社已经引述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说法 表示说呢 布林肯会在私下跟公开的场合来强调 美国维护台海海峡两岸和平的稳定的意愿 而且呢也希望说在赖清德就职的之前的这段时间 大家就是稍安勿躁 不要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您怎么看 我想这次这个布林肯去 大概应该也还是传达了美国 对于现在中国大陆很在意 或也很到处想办法 希望能够收集 有没有520赖清德讲稿的任何的取向 或蛛丝马迹 我相信现在很多台商啊 各方面只要跟大陆比较熟悉的 这不是一个情报 而且大家都很在意 因为现在赖清德整体的内阁 大概已经整体的定了差不多了 所以定完之后呢 大概他会怎么施政 他在两岸方面 因为从国安的人事布局 他涉及到两岸 那么比较让大家意外的部分 就是说放了一个郑文燦在海基会 以郑文燦在整个民党派系里面的位接 或影响力 看起来不可能是在海基会里头 什么事都不做 那么相较来说 是对于党或对于政 或各方面的总的协调度的位接 比较高的郑文燦 所以在两岸方面的解读 总认为说赖清德 做郑文燦接海基会之后 应该会推动一些两岸的 比较开放的一些可能性 虽然是提出了一些上以来 对就这个部分 从内阁的布局 还是可以看得到 因为中下要接下来执行 那么其次接下来 就是当然讲520的讲稿 我相信各方面 美国也都是想要掌握的 因此这次布林肯去 所谓的表达 这个希望两岸的和平跟稳定 这件事情 我想这整体的基调 我们回到 真的是在1月13号 在这一次总统大选 赖清德胜选之后 这几个月来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整体来说 包括雷三伯格来台湾 那么多次AIT的这个主席 各方面都呈现出 美国对于赖清德本身 在两岸方面的 这个部分的态度 那么具体就是520正式的 宣示就任之后 包括讲稿 以及在近年之内的所有赖清德 在台湾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的触及的敏感性 触及的冲突性当中 绝对不能够影响到拜登的部分的选举 美国大选的这个部分 这个架构 我们认为说从1月份 美国已经很明确的表态 乃至于到现在 在这几个月来 这个部分的总架构 没有任何变动的地方 所以因此我个人相信 其实布林肯去的部分 是应该是表达的部分 不是说他要维护台湾 帮台湾维护台海和平 不是的 而是要表达的部分是 在美国的意志之下 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对于中美台当中 大家都有利 而美国在这方面 会有更清晰 更强势的方式来维持稳定 而这个强势 当然不是对北京强势 简单讲潜台词就是 对台湾对于赖清德的强势 这个是没有一亿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去 因为接下来就五二零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美国具体的 表达这样的态度 以及北京如果还有进一步的 在这方面要求美国 要具体的执行 要做些什么 不要忘了 四月二号的部分 习拜通电话里头 再度强调 他具体强调 美国对于反台独 不支持台独 要有具体的行动 这个部分 你不能说是呛话 或者是校正 但是在这个领导沟通当中 具体行动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这个东西的概念当讲 我想布林肯就得要回应 四月二号当时具体 那美国的具体行动是什么 这个部分一定是当面谈 而不是透过华府部分 新闻稿来放话 所以我相信布林肯在这次 去的部分 对王毅见面 如果指导王毅的话 所要表达台海方面的态度 应该就是简单讲 就是一个guarantee 一个部分的保证 这个部分对赖清德的部分的控制 那最后我要表达的部分是 两岸的部分 没有疑虑的是 我们从包括马习会总体来看 无论赖清德的520会说什么 我相信北京不会期待赖清德 说个什么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两岸九二共识 这是不可能的 北京不可能做这么想 只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只要赖清德在520的讲稿当中 表达了一个台海稳定的状态 但是如果未来两岸 可能观光 沟通 交流的等等 通过海基会有更多的主导 因为我们知道在最后讲 最近这个都是海陆委会 每次在两岸当中 始终还在放狠话 讲一些543的部分东西 海基会基本上都是沉默的 所以未来是不是更多的 两岸赖清德执政之后 能够推动或触及 两岸和平交流等等的这个部分 让更多的实权 更多的主导权 转移到海基会跟郑文燦这里 我认为这方面我们可以来观察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